吴吉阿曼和雪兰娥及马六甲警察联手出击 过去两天在嘉颖、额麦和甲州展开五项突击行动 捣毁了一个茶叶包贩毒集团 警方先在嘉颖逮捕相信是贩毒集团首脑的36岁华裔男子 其获120包包装成高级绿茶的冰毒 执法大队随后杀到斯里额麦花园 抓拿一名男子和一对夫妻 女子是泰国人 行动中当局也查获11包冰毒 马六甲方面则有一名女子落网 当局巡货三包冰毒 还有一把手枪和90枚子弹 当地还有一名集团成员落网 所有嫌犯介于35到57岁 其中几人有贩毒前科或刑事案底 警方起货了7台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 以及超过50万令吉的各国货币 充公品价值高达82万令吉 这批毒品相信是供应给国内和邻国市场 一旦流出黑市 估计有8万人受害 6名嫌犯将在1952年 危险毒品法令39支逼下延扣7天 一直到下个月5号协助调查 一旦罪成 唯一刑罚就是死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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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